我们不要看太远 我们就看上几天的行情 上几个月的行情吧 ETF上市那天 行情调整了20% 如果你的多单 你在高位买的 你下了5倍的一个杠杆 去做这个多单 它调整了20% 5倍乘20 你应该就报仓了 而且你会报在最前面 欢迎你们的老铁频道 现在真的是牛市了 你看每天醒来都是绿绿的 很多被轮流的跑 真的是做多舒服 做空是早苦真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在推特上 我也讲到就是我的频道 可能会有一些更改方向吧 我觉得炒短期合约 有点不值得的 现在我们要把握这个大牛市 囤现货 然后最好是不要用杠杆 因为用杠杆的话 就可能会被踢下车 不用杠杆是永远不会被踢下车的 今天我跟大家讲解 为什么这次我改变策略 只囤现货了 然后有几个原因 然后我们看几个案例 然后教大家一个简单的 这个牛市的一个操作好不好 然后非常多说我开始了 可以啊 牛市为什么囤现货好 可以来我讲一下啊 我再重复昨天的一些内容 一般当行情破了奥台卖 好像比特币的奥台卖是六万九七万嘛 一旦破了这个牛市啊 一般连续跑九个月 上三轮都是一样 最少跑九个月 所以代表就是趋势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每次跟趋势做对 你可能就要很精准 你需要很有什么很有技能啊 你要空得到很好的点位 然后它下来一点你要 及时能够跑 有时候不是你的技术不好 而是你看到平台啊 好像最近每次到了六万九 有时候那个coinbase会卡机 火币也厉害卡机 必然你很 有时候也会卡机 但一卡 你的止损没有设好好 你就可能出不了 你可能发现对了 可是那个突然跟你卡机 然后你的机好了之后 反弹回去了 那你本来赚钱变成亏钱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没有发生过在你身上 有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有一点烦 所以我们觉得跟着趋势走 你们就是现货嘛 就做一些现价单 买在支撑 我觉得挺不错的 就是画一些我每次画的 最厉害的趋势线 画几条线 排在那里 每次有调整 是你的好朋友 然后等下我也讲一下就是 为什么用杠杆 真的不适合 因为当 all time have被破 当牛市真的来的时候 他有时那个插针啊 一差就是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 牛市还在 一差差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 你能不能承受 不能承受 不能承受被踢下车 常是一反弹 那你又烦了 然后这次ETH的这个整个牛市 帮助了这个比特币早日到达了all time high 所以我们保守跑到年底吧 幸运的话跑到2025年年尾 牛市就玩这个策略 当熊市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回去玩一些合约 可以玩一些空担 但牛市真的把握四年一次啊 这个比你那个生小孩更加的 我不想讲什么鬼 反正 反正牛市就要把握 就短短那十二个月 九个月到十二个月 如果是lucky的话 如果你超级lucky的话 跑到可能十五个月 OK 就这九个月把握这九个月 能够赚多少吃多少 好不好 来我再讲一下 做多可以赚多少钱 我觉得比特币这一轮可能从all time high 目前的价格跑两到四倍 以太坊三到五倍 其他的币看你的运气好不好 有些可以跑到一百倍 两百倍我都看过一千倍我都看过了 所以所以所以这个看你的运气 你的那个资产配置要分散 要要餐餐啦 不要只买比特币就太浪费了 因为会有山寨季节 山寨季节来的时候很多山寨就发疯了 所以我比较多是山寨 比较少比特币以太坊 其实讲实话啦 我没有比特币 我也没有以太坊的 全部都是山寨 我就赌一轮 我用我能够输得起的就去赌一轮 如果明天后天币界真的倒了 我会不会死 不会啦 吃饭前一定还有的 只是我想要在这一轮牛市 赚一个五倍四倍 这个是我的目标 那如果我们牛市做空呢 最多也是赚一倍 而且你要技术很好 你要你的平台不卡机 你要设的指引有到位 OK我们看一下案例吧 来 这个是昨天的那个图嘛 就是上几年的熊市跟牛市 OK 你会看到每次牛市一跑 一破all time high 它是跑差不多1057天的 目前我们这个牛市跑了差不多一半 差不多500天 OK 我们还有多500天 就是一年左右 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去跑这个牛市 OK 然后每次牛市一开始发力 它就是直线飞飞飞飞飞飞 偶尔会来一些小插针 插针可能是百分之 可能比特币的话 百分之十到二十五 如果是山寨 可能百分之十到五十都有可能 所以再讲一些 比较实话的 我们不要看太远 我们就看上几天的行情 上几个月的行情吧 ETF上市那天 行情调整了百分之二十 如果你的多单 你在高位买的 你下了五倍的一个杠杆 去做这个多单 它调整了百分之二十 五倍乘二十 你应该就报仓了 而且你会报在最惨的一个价格 如果你是十倍 你就可能没有这么惨 因为它跑一半你就已经被爆掉了 所以这些调整都会发生 这就是必见 为什么我们不要在第一位去接多呢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发现到这些原理 我可能就比较笨一点 至少比较低 OK 我不要讲太远 我们就看上几天 六万九all time high调整下来 比特币跌了百分之四十 如果你用十倍杠杆 你也是一样被灭 九倍你就死了 不用十倍 OK 倒不如每次就排在支撑去接多 它真 你买现货 你排在支撑接多 它不管跌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 你都还存活着 然后你的 背后你的厚盾很强 你就告诉自己 这个牛市会跑九个月至少 这次参与的人有机构来买ETF 这次参与的人实力强大 Black Rock Fidelity 我的厚盾很强 所以我这个牛市我屯现货我不怕 OK 然后你可能闭着眼 三条你醒来 你本来的浮亏权 不又开始又转了 所以在我这几天啊 这两天我屯现货 我真的睡得很好 我就不要去担心绿绿红红 然后快进快出 一天你没进出五次十次 我没有这些烦恼了 我觉得现在我很开心 不懂为什么 我不懂你们会不会被我影响到 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玩法 不管今天你的资金有多少 一千一万十万一百万 我是觉得屯现货很踏实 特别是在牛市的时候 OK 所以你们自己分析吧 就是大牛市来临 有时候也看到 也是可能会有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的 一些健康调整 只要健康调整破百分之二十 你用五倍的杠杆 你应该是会被踢下车 你不要被踢下车 唯一的方式屯现货 OK 再看一下几个这个图吧 这个是SUI那天比特币调整百分之四十 这个是小币嘛 山寨币 那山寨币调了多少 调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用四倍的杠杆 你已经有被踢出去 那天我就是有被踢出去 几个单子 难受 不是不是 我是前一波 这一波我是赚钱的 可是赚了赚蛮多的 他一反弹我又少赚了 然后我就 第二天我就醒来 我就告诉大家 我要存钱 我又买了些现货 买了些货那天我又换了一些了 反正下五个现货的那个币 然后下几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买了这哪几个 然后我也讲一些故事 我这次有做研究的 我这次回归做一个好学生 曾经的老铁在学校也是一个很好的学生 都被社会带坏了 OK 所以你看了吧 这种百分之三十的这种调整 健康调整 一旦你有杠杆 你会很难受 你会被踢下场 一被踢下场 你又冲进去又冲出来 又冲进去又冲下来 有这个必要吗 没这个必要 这次如果你这个牛市你只有一万块 你跑一个五倍十倍 从一万变四万也是很舒服 我讲的都是美金了好不好 我是觉得不要贪吧 然后拿着现货 我准备就是拿到至少年底十一十二月 出一部分 然后再赌多一部分 拿到明年九月份 希望我拿得住 我准备把我全部的币丢到冷钱包了 真的 说了很多次一直没有丢 就是放在我的平台内就会进进出出 放在平台内又有一个坏处 如果我的币案今天突然出事了 那我全部的钱就完了 所以我搞完这个视频 我会把我全部的币丢到冷钱包五种币 ok 来 在news的时候 趋势是你最好的朋友 ok 那怎么玩呢 就是这种news很明显的 就是你画一些简单的具件 我只给你们看两个案例而已 这个是gala gala 支撑支撑支撑 上涨的时候不要注意回归的时候买一点 上涨的时候不要注意插针的时候买一点 就怎么这样 下几天gala 会不会再下来插针 有可能 如果他飞上去也是好事 你已经在车上了 如果下来你还没有进产 你就去买咯 你可以用趋势线 你可以看RSI 可能4小时有插到超慢 你去买 就这么简单 跟着趋势走 那下几个月如果突如其来来一个 两三个月的熊丝呢 每次你的货还在 OK 突破AV很多时候这个牛市会加速的 相信我 看了上三轮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能会难受 可能一两个月 当行情一回暖的时候 哇 舒服了 舒服了 所以真的不要玩合约 这次我真的要握住 要拿住守着 希望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在 这个牛市结束过后 都能够成功的逃顶一起的赚钱 你看这个 这个是Solana也是 回归自身买买买买买买 从50块开始一次买 每次回来都给你买 OK 然后你看刚刚最近的这个插针 比特币AV打下来 也是插到我的趋势线 OK 这个可能就趋势太强了 它没有去到超买了 但用一个简单的去捷键 等每次插针你去买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它跑它破AV突破的时候不要买 有插针你才买 那你可以买到更好的价格 好啦 今天说到差不多了 我做一个总结啊 牛市 总结 跟着去市走 少走冤枉路 少走冤枉路 然后牛市做多 天时地利任何 都在后面帮着你 调整下来的时候 也不会把你踢下车 还可以让你更 在很好的价格上车 不要怕 不要多多扣公 多多扣公 没有意思的 现在是大牛市 什么时候再回来玩空 等我们转熊市的时候 再一起找机会去做空 OK 然后这个策略 也不是用一辈子的 因为有我们的Foyer Cycle 昨天那个视频有讲到的 回去看 如果你还没有看 Foyer Cycle 今年 还是可以继续玩这个策略的 至少玩到今年底 如果牛市只跑9个月 如果跟着以往的Cycle 可能可以跑到明年9个月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不错 你们考虑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记得帮我点赞留言 转发 分享 然后我祝你们好运 这一波牛市我们一起发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